台積電到日本九州之後 在當地當然掀起了 很多人關心的風潮 天天都有台積電相關的消息 日本的媒體也出現 日本的半導體復活的號角 響起了很多的專題報道 我們就剛從九州回來 帶來第一首的報道 你看到其實在這邊 跟我們台灣有很多地方是很像 它們不只是半導體 也有AI資料中心 你要參觀他們電力公司 發現他們在很多核能 綠能等等的議題上 都在想辦法用電上 可以跟上AI的需求 因為AI的需求量非常之大 沒錯 其實因為九州本身 它的大小跟台灣差不多 但是而且它本身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它用的很多的綠色能源 不管是太陽能也好 風能也好 跟台灣都一樣的在做 但是它有一點跟台灣不一樣 它有四座核電廠 它四座核電廠裡面 因為接下來在台灣經濟部 這一邊的話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 大家本來以前在聽說 台灣台積電到熊本九州去設廠 那這接下來好像日本的整個半導體產業 似乎全日本都要做 台灣你要放重點在哪裡 跟各位講 台灣重點就直接放在九州上面 如果九州這一邊要來做這所謂的半導體的 還有AI還有數據中心 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因為這三樣東西其實都是吃電大怪獸 那吃電大怪獸裡面的話 如果不好好的去做能源規劃 對於它本身來講就會有個大問題 所以呢九州電力公司其實是在日本裡面 十家電力公司裡面 它最會做所謂的垂直整合能源的一家公司 它不僅是做發電輸電配電 它還做買電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它整個服務地區其實在日本九州這一邊 那九州這一邊的話 它除了這以外它還做什麼 它還做包括的通訊設備 它跟台灣也有在做合作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台灣有一間叫新桃發電廠 新桃發電廠就是在跟九州電力公司 在做這樣的一個合作 那做這些東西做什麼呢 因為接下來我們必須要講 第一個要碳中和 碳中和只有要零碳排 這些東西該怎麼去把這能源裡面 同時有碳中和又有零碳排的一個狀況 你還要符合半導體廠 AI廠跟數據中心 這些部分它能夠去把它整合在一起 該怎麼做 其實呢對他們來講 他們現在在做就是低碳電力這個部分 那這一點事情是非常非常值得 我們台灣來學習的 那當然他們在考慮的 還有包括核能發電 大家都會考慮就是說 核能發電這件事情 好像日本似乎過去 對於輔導之後 他們是沒有警覺嗎 他們有警覺 但是呢 他們現在發現一件事情 核電好像少不了 那少不了 但是呢大家都在討論說 那核電少不了 那不是有開始在討論 所謂的核融合嗎 那核融合這些問題 其實呢 必須要在十年之後 才可能會有一些結果 所以他們的做法是 把這四座核電廠呢 他們在未來的一個利用率裡面 要達到80%到90% 這是他們整個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做法 那對這整塊裡面 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現象 就是呢 他們對於火力發電這件事情 他們開始在做改變 做什麼改變 因為他們用天然氣發電 而天然氣跟所謂的阿摩尼亞 在做這個發電裡面 他們開始來走這個部分 另外還有一個重點 我想慶儀可能就會清楚 到九州去是不是一定要泡溫泉 對 泡溫泉很重要 九州它本身的地熱 他們現在在九州電力公司裡面 從地熱產生的一個電力 已經佔了他們整體發電量的20% 也就是說日本九州 他們在做什麼事情 九州電力公司 為了要讓這一些所謂的半導體 還有包括產業鏈 能夠整個集中在九州這邊 做一個打造一個細枝島 他們開始在做電力裡面 提供大量電源 電力裡面拿去做這些事情 這是他們在做的重點 OK 所以這個部分看起來 你覺得電力這部分的需求 評估會增加很多 所以跟台灣一樣做了很多的努力 而且發電效率也會提升 沒錯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OK 那你說現在他們覺得 進到九州之後 有一個很大的威脅 就是服務業 現在缺空也越來越嚴重了 因為我們台積電的薪水太好了 排擠到其他人才的運用 現在日本的房仲也說 其實很歡迎那邊有商業投資 但不歡迎來草房短線客 對不對 沒錯 這薪資現在差別有多大 現在薪資差別有多大 我想跟慶儀在那邊討論一下 這個其實是台積電在九州的 熊本的台積電的大門 這一塊 大家注意這一塊 這一塊剛好是他們員工餐廳 問題出來了 員工餐廳 裡面在工作的阿桑 一個小時 你猜十薪多少錢 四千啦 我們都要上看一千五的台積電 我覺得慶儀他真的是非常是台積電之光 對你猜的完全正確 在裡面工作的阿桑 十薪 各位十薪 換成台幣四千日元是多少 八百台幣 哇 很恐怖 然後在一般熊本這一邊 熊本這一邊的 我們在講一般的所謂的餐飲業的 那個十薪我們看下一張 這間 這間是叫天外天 他的十薪是多少 他的十薪是一千塊日元 也就是兩百塊 兩百跟八百 一樣是做吃的差那麼多 對然後呢 這家我那天去我還特定 因為他們到十月三十一號 關門為什麼 這家是本店 叫天外天 天外天本店 天外天有多好吃 他那時候因為熊本要蓋菊陽丁 在蓋台積電的時候 天外天特別把本部搬在這一邊 好吃到真的大家在排隊 他本來以為說 我今天我在這邊蓋了這個 就在台積電旁邊 應該會有客人對不對 會 會有客人 但是沒有人端碗 沒有人端盤子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十薪 你看看 一個一千塊 一個四千塊 去哪一個 當然台積電 是啊 所以就變成是這樣的關係 所以他們這個 你看台積電員工食堂 是三千到四千 他那邊是找不到 所以他們十月三十一號 乾脆說 那我關門算了 對那關門了 那沒辦法 但是這當中其實 接下來要跟大家講的 這當中比較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 台積電接下來 怎麼在當地 去做所謂的敦慶慕 你就會變非常重要 因為當地開始有聲音了 說你台積電來 我還未蒙其力 先受其害 那這樣的話 我今天我這些該怎麼辦 所以說這是接下來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們現在在做什麼事情 他們開始 房價也漲了 房價也漲了 房價漲了 然後呢 所以但是呢 這當中就像慶怡剛剛有提到的 當地的房中業 我就跟他們講 因為這次我們帶的考察團裡面了 很多人第一個舉手就是說 我們可不可以跟你們銀行 直接貸款 直接買房子 那房中業就講 你們台灣人要來買房子 其實我們是很歡迎 但是呢 你們不要把這個 過去你們在中國東莞的 這個投資經驗 把它帶來這一邊 為什麼 到東莞投資 大概是三到五年 我就要出清了 但是呢 熊本這一邊 他們希望的 如果你投資的是住宅不動產的話 麻煩維持十年 你如果沒有維持十年 對他們講 他們是不歡迎的 那當然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說 有關人才訓練 剛剛回到這個地方 為什麼這一些 我們在講partime的人 他們的薪水會那麼低 因為他們很多 就是在熊本這一邊 他們的高中畢業生 一半是不會去再繼續念大學 那然後所以說 現在台積電 他們在做敦青木林的 一個什麼工作 他們在做工作 就是跟熊本大學 還有台灣的這個 就是我們在講說 交通大學 就那些 他們開始在做合作 合作什麼 你今天你學生進來 你學生到了我們台灣來之後 我出你四年的學費 但是有一個條件 你必須還有一年 你要到我的工廠去做實習 那這件事情 一個好處是什麼 也就是說 今天學生到了台灣這邊來 學了四年有關台積電 有關科技的這些相關的訊息之後 但是你要一年在工廠裡面實習 你要知道說 人家在台灣的台積電裡面 工廠人家講什麼話 講什麼東西之後 講完之後 你才能夠變種子 變種子怎麼樣 你才可以回到熊本那邊 這樣才能夠解決 我們在講的 這是一個比較長期的 敦青木林的一個計畫 也就是說現在接下來台灣跟熊本這一間 最重要的 其實不是說你還要多少工廠進來 最重要的關鍵是 你到底有沒有辦法把這堆青木林的事情做好 要不然三千到四千日元的時薪 換成我都想去打工 謝謝Joe另外的商機 我們今天現場所有的來賓 總統大選底定之後 不確定因素消失之後 我們新的股市的投資時代 新的思維又開始了 當然川普投入再開張 會帶來很多的驚奇 驚喜跟驚嚇 如何見招拆招 我們節目持續為大家來掌握 也祝福大家下個禮拜操作都平安順利 再就用你來開趴囉 拜拜 拜拜